来自华联市各部落的打棒们 一直排开面向东方 机构主邻大奔部落聚会所 26号正式启用 大奔部落打棒表示 经过多年的反应之后 终于有一个完善的公共空间 而聚会所未来将会成为 部落重大祭典 以及喜庆活动的重要场域 本次完工的大奔部落聚会所 是花联市区原民部落的首例 具有重大意义 原民会表示 目前花联县部落聚会所 新建计划 共核定4亿5000多万元 预计新建31座 花联市则有6座 除了已经完工的大奔部落 其余正在规划设计中 这个地方是 本来也是不能盖的 因为那是公园用地 那是经过我们跟内政部 还有相关部会的协调之后 像花联市的这个 大奔部落的土地 问题也就解决了 其他的花联市 还有5座的旧会所的用地 我们都结合学校 结合公园 来让他们完成 未来已经核定的 5座的这个部落旧会所 根据花联市公所统计 目前花联市 原民人口共有一万一千八百零五人 而各部落新建就会所用地取得 成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 原民会也强调将会协调相关单位 尽数解套完成建造核发 让族人有自主使用的重要场域 原则新闻在楼费财华联市采访华导